好,接下来呢 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化学反应的第二单元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一个练习 那这个呢 练习来讲的话 同学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心碗 那它跟氧就是作用之后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讲过那个燃烧的反应 最后呢 它会变成有二氧化碳跟水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请各位同学呢 你们来练习一下 如何去把这一个放程式 能够去把它进行平衡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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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那我们现在接着下来呢,来看解答 那一样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些的探读的时候呢 那其实,这里我们大概会看的呢 像这个氧,我们大概就是把它放在最后再来做平衡 所以碳的话,我们先看 那这个碳呢,左边这边呢,我们讲反应物这边它有八个碳 右边这边呢,它只有一个碳 所以呢,我们简单来讲,在右边这里呢 我们就乘上一个八来平衡它 那这个氏子呢,乘上八之后 这整个反应式呢,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成是有八分二氧化碳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碳基本上来讲是平衡的 那接着下来呢,这里我们有氢 氢有十八个,在左边有十八个 右边这边呢,它只有两个 所以呢,十八个到,那个反应 生成物这边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的右边这边要乘上系数九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呢,再进一步的去平衡这个氢的时候呢 反应式,就要拿这个新平衡的反应式再拿来用 所以呢,这整个平衡式 这里我们刚刚乘上一个八的碳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算氢 所以氢在这个地方要乘上系数九 让它变成左右两边的轻的数量要一样多 好,那这个地方也完成了之后 我们最后才来看氧 那氧的话呢,在我们的那个左边反应物这边只有两个氧 可是在我们的右边呢 因为我们有乘上了这些新的系数之后 那你要以这个为主 所以这里的氧,在右边这里有十六个 因为这里,氧这边有下标,所以有两个 所以八乘二就是十六个 再加上呢 我们再讲刚刚乘上来的这个九 它的这个地方的氧,它也有九个 所以十六个加九个就二十五个 所以换句话说,左边的反应物只有两个氧 右边的产物呢,有二十五个氧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平衡的时候呢 那大家就会在想说,那我要怎么做 那有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先用一个分数来当做一个系数 先让它平衡 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两个氧要变成二十五个氧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直接整数倍 所以我们就乘上了一个二分之二十五 好,来大家看,我当我乘上了一个二分之二十五的时候 它跟后面的氧的这两个二 刚好二分之二十五乘二 那正好变成是二十五个 所以我们在最先让它达到平衡的状态 我们用了一个分数的数值来作为我们这个平衡的一个先期的一个数值 让它左右边都平衡了 但是呢,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你必须要让它变成是最简单的整数 一个整数的数值 所以呢,你为了要去消除这二分之二十五 其实我们就是最后大家同乘二 就是每一个我们的系数全部都乘上两倍 因为这不会去改变它们的比例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全部都同乘二了之后 那这个星碗这个地方它就会变两分 那这边氧气二分之二十五 这里就会变成是二十五的氧气 然后呢,这边的二氧化碳就会变十六 因为乘二嘛 那这边的水呢,九 乘二以后就会变十八 好,那你变成这样以后 它就达到了我们在讲的最简单的整数比 好,那那个当然我们最后你要再去做这一些的检查 对不对,那你去检查的时候来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左边反应物这边总共有十六个碳 右边这里有十六个碳 所以碳平衡 氢的话呢,我们这右边 左边这边有三十六个氢 那右边这里呢,刚好也有三十六个氢 所以氢也平衡 最后我们讲到氧 这边总共有五十个氧原子 那右边这边呢,我们这里有十六乘二 有三十二个 再加上这边十八乘一 就是十八个 所以三十二加十八 刚好也五十个氧的原子 所以呢,用这样很快的方法 你自己可以再验证一下 你的平衡是否正确 如果左右两边他们的这些原子的数量都是符合的 那就是达到平衡 好,来,那我们再让大家做一题 那这个题目呢,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解释 那这是一个我们讲的固体的铝 跟你们的硫酸来作用 那作用完了以后,它会变成硫酸铝 再加上氢气 那这一个反应呢 同学要怎么样来平衡它 那就给各位同学一些时间来做平衡 那是个小小小的一样 那是稳定的 但是,那是稳定的 那是稳定的 那是稳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吃了一个 我可以做平衡 的那是稳定的 那是有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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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的题目各位同学要开始去进行平衡的时候啊 那就是你自己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像我们在讲的硫酸这里 我们有所谓的硫酸根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曾经提到过的这些所谓的多原子离子的团集 这些多原子离子的团集啊 各位同学在做这些平衡的时候要记住你要把这整个团集当成是一个单位来看 所以呢换句话说你在左右边在做平衡的时候要把这个团集跟左右两边的这个整个团集来做一个平衡 像这个右边我们的产物这里 你在目视之下你就可以看得到他这整个硫酸根的他基本上用刮号刮起来就代表他是一整个单位他有三分 所以呢你在做这边平衡的时候我们只是先做个简单的说明啊 所以像这里有三,那意思就是这里要有三分的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用整个团集为一个单位来做平衡 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一些类似的题目要做平衡的时候 同学要去注意到的这个就是以再讲一遍 把多原子离子的团集当成是一整个单位来做平衡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先跟同学还没有开始之前讲解的时候呢 先讲一下这些基本的规则 好来,那我们接着来看 那第一个我们要先去平衡我们的团集 那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左边这里一个硫酸根 那右边有三个硫酸根 所以很简单的左边这边系数我们就乘上三 对不对 好,那你乘完以后这边就是有三个 好,这样 好,来,接着下来呢 第二个我们来平衡 那这边的铝它会变成到右边的铝 所以它左边一个铝 右边会有两个铝 所以我们的左边这边呢就要乘上2 那乘上2以后呢 你要用这一个已经改变平衡的这一个式子再来写 来为主啦 那接着下来你这边又乘上2 所以这边呢 基本上来讲那铝它就达到平衡了 那最后呢我们这边再来平衡钦 那钦的话呢 因为你已经在这边有改变过系数了 所以这左边这边的钦变成是6个 那右边这边的钦才2个 那你怎么样让它平衡呢? 那简单来讲就是右边这边的钦呢 我们乘上系数3 所以呢当我这边的 最后把这一些的已经改变的系数同样都列出来 最后再乘上这个3的时候 那我们接着下来就可以来评估一下 左右两边他们的这些元素的数量是不是都一样 好来我们先看 第一个我们先看铝 铝的话呢 这边有两个铝 所以右边这边也有两个铝 所以铝平衡OK 那如果我们这边在平衡的时候 这里有6个氢 对不对 那右边这边也是有6个氢 所以氢平衡 那如果是以硫酸根来讲的话 硫酸根这个多原子离子团积来讲的话 他有3个 那右边这边他也刚好有3个 所以呢 以硫酸根的这个团积来讲 他刚好也平衡 所以呢 简单来讲这整个反应里面 左右两边所有的元素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个发学反应式的平衡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多花一点点的时间 再让大家回忆我们之前提过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只是些很简单的示范 如何让大家能够去做一些的平衡 所以那个大概没有太多的问题 那第二小题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有乘上一个分数吗 那这种的那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让各位同学要熟悉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分数来先让我们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你最后再去再去以那个一个整数相乘以后呢 让他最后达到最终的结果 所以第二个例子呢 是要示范的就是可以使用分数的方式 让我们去很快的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 但是记得还要再调整成成数 那这个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一个例子呢 则是以多原子离子团积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告诉各位同学 当你在做这些平衡的时候 如果碰到了这一些相关的那个多原子离子团积的话 你要记得这要把整个团积当成是一整个单位来看 那因为呢我们这个化学的这些方程式里面 这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团积很多 所以呢当时老师有曾经跟同学建议过 就是这一些的团积呢 你一定要很熟悉它 那你才知道说那个东西就叫做多原子离子团积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就在为大家特别的注明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练习 然后该记的东西呢能够把它记清楚 那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水溶液跟溶解度的一个观念 那如果一个化合物质它可以溶解在某一种的液体里面 对这个液体来说呢这个化合物质就是可以溶解的 soluble 那如果是不能溶解的就是我们讲的所谓insoluble 不溶的 那那个水溶液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它的这个液体呢我们主要是用水 所以呢可以溶解在水里面的我们称为叫水溶液 用水来备制的我们称为叫水溶液 所以呢叫Aqueous solution 那其实简单来讲这个水溶液呢 大部分都是脚这些的物质本身它是可以溶解在水里面的 那当我们这一些的离子化合物呢 它溶解在水里面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食盐氯化钠NACL 那这些东西呢你把跟水混在一起把它搅拌之后 过没多久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个食盐呢 它就消失不见了 那对我们来讲呢意思就是食盐它溶解在水里面 那通常呢像这一些的离子化合物啊 它溶解在水里面的时候呢 这一些他们所见解的这一些的离子啊 基本上来讲它可能会再度解离变成是一个离子的主态 比如说NACL它可能到最后它解离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钠的离子跟氯的离子 那所以呢当一个物质 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氯化钠 它在溶液里面可以完全解离成离子的 这个我们通常称它叫做强的电解值 英文叫Strong Electrolyte 那所以呢像这种强电解值啊 我们之前如果要去测试这一些的容易 它的这一些解离的特性的时候 我们呢可以用一个所谓灯泡的系统 来看看呢在这样的一个解离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灯泡来发亮 如果是可以代表它这个水溶液呢 它解离之后它可以形成一个让电流通过的一个管道 所以呢这个灯泡它就可以发亮 那另外呢有一些的这些离子化合物呢 它解离的状况呢并没有完全的解离 它有一部分的解离 所以呢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弱的电解值 那灯泡呢它的亮度基本上来讲因为通电的量 那个那个电流不够 所以呢它的灯泡的亮度就会减弱 好 那至于呢我们第三类就是完全不解离的 就是这些的离子化合物它在水溶液里面 它完全不会再解离出来的 那基本上它就没有形成这个所谓的阳离子跟阴离子的话 灯泡基本上来讲就不能发亮 所以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办法通电 所以呢我们以这个物质溶解在水里面形成水溶液 然后呢离子化合物在水溶液里面呢 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的去把它区分为有强电解值、弱电解值跟非解离的这些物质 好 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计图 那个示意图 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些的物质啊 你把它放 我们是用这个所谓薄的电极 那主要因为是薄 它跟其他的这一些的离子呢 它们的反应性比较小 所以我们利用薄来当作是一个导电的物质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解离的过程当中啊 那这个我们这边例子是用这个所谓的盐水 那个盐的水溶液 那所以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可以解离成阳离子跟阴离子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通电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会有形成所谓的正极跟负极 所以呢啊它就会有这种我们讲说互相吸引这一些不同离子的能力 比如说负极的它可能就往正极的方 呃带负电盒的它可能就往正极跑 那反过来讲呢带阳离子的它可能就会往阴离子跑 呃阴极跑 所以呢它就会形成有一个导电的过程 那因为有导电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电流剂呢在侦测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这边给予的这个电流呢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显现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通路 哦让它形成一个通路 所以呢这就是啊 当然我们在这个呃 电电电线的流动的一个位置上面 我们可以再加装一个灯泡的一个结构 哦那更简单的就是看它灯泡会不会发亮 所以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哦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简单的呃设置图哦 那让大家能够了解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呢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溶解度的规则哦 哦那其实呢讲起来它的规则哦 并没有非常的复杂哦 啊但是呢 同学可能要花一些些的时间呢 稍微能够去理解一下哦 那我们先看呃这个规则上面的部分哦 上面的部分这边哦 他在讲的是有化合物哦 当下化合物含有下面的离子的时候呢 多数可容 意思就是说只要有看到这些的那个 离子存在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那个化合物是都可容的 但是呢 总是会有例外 啊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些例外 好 那我们就先看这个部分 如果今天你在做见解的这一个化合物里面 它会有所谓离离子 纳离子 甲离子 跟我们讲的金安离子的话 只要有这些离子存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例外 全部都是可容的 那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 好 第二种 如果你是有硝酸根 或者是畜酸根 存在的时候 原则上它也没有任何的例外 全部都是可容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绿、锈、点 这三种的那个离子存在的话 另外的情形意思就是说 只有跟这几个元素形成见解的时候 才会有例外 哪些呢 如果它是跟银离子、牙拱离子 或千离子来形成配对的时候 那这个化合物就会变成是不容的 其余不是这三种的离子来跟它配对的时候 其余的我们全部都是可容的 所以这三个等于是它在可容的里面的例外 所以大家就稍微记一下 最后一个我们讲到这个硫酸根 硫酸根基本上来讲 大部分也都是可以容的 但是只有跟哪些东西形成见解会变成不容 来我们看一下跟丝、被、牵、钙、钙 跟丝、被、牵钙这四种的离子 互相形成见解的时候 它的这个化合物质就会变成是不容性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第一个部分 有这些的离子存在的时候 大多都是可容的 只有这一些跟它形成见解的 这些例外的部分 同学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部分 下面的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你的化合物质有下面离子的时候 大多都是不可容的 意思就是说只要碰到这个的见解 我们都知道它基本上是不容的 但是它总是有例外 意思就是它可能会变成可容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那所以我们先介绍第一类 有氢氧根跟我们讲的这个流的离子 来讲的话 它如果是跟黎、钙、钙、金安、离子配对 化合物就是变成可容的 注意它的标题原来是不容的 但是你跟黎、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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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子配对 的时候它就可容的 那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上面讲的 这一点 没有例外 只要是跟这些元素形成间解的 都是可容的 那如果我们的流的离子 它跟盖、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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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配对的时候 它的化合物也是可容的 所以呢 这个是本来是不可容 但是因为跟它这些见解 它就会形成是 反而是变成是可融的 如果是氢氧根的话 它跟盖斯被形成配对 化合物是轻微可融的 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去寄送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把它当成是不融的 但是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可以溶解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特别列出来 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我们第二类是碳酸根 跟我们讲的磷酸根 如果是碳酸根跟磷酸根 基本上来讲这些化合物都是不融的 但是它的例外在哪里 跟黎钠钾金安离子配对的时候 化合物就变可融的 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上面在讲的这一点 所以这些的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给大家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这个整个化学反应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有可能会形成所谓不可融的离子化合物 当我变成是不可融的离子化合物在水溶液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它会形成沉添的发生 那这就是我们在讲 判别这个所谓的化学反应 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融解度的规则 开始有了一定的一个了解之后 那我们接着下来就给各位同学来做这个练习 请你判断一下下面的这些化合物 哪一些是可以融的 哪一些是不可融的 那我们就给各位同学一点点的时间来做这样的练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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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答 那第一个例子呢 我们这讲的是叫AGBR就是秀化营 那这个AGBR呢 我们要先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溶解度规则的表格 如果是绿、绣、点 这三个化合物跟大部分都是可融的 只有跟少部分不融 那其中呢 就是跟银形成间接的时候会不融 所以呢 绣化银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那个例外的例子 它就会变成什么 不可融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跟大家来介绍 怎么使用这个溶解度规则的这个表格 那第二个呢 我们在讲的叫做绿化钙 那一样就是绿 对不对 那绿化钙我们刚才在讲说 它只有跟固定几个 比如说银、牙拱离子跟铅 形成间接的时候才会变不融 所以绿跟其他的元素形成间接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是可融的 所以这一个第二个我们的例子呢 它就是可融的 第三个我们在讲的叫硝酸钙 那只要跟我们讲说有硝酸钙在一起的 基本上来讲呢 都是可融的 那所以这个就很直觉的判断 它就是可以融解的 那最后一个我们在讲的硝酸钙 那硝酸钙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呢 它是跟某些固定的那个形成间接 它才会不融 但是呢 我们在讲其中这个会产生不融的就是有钙 对不对 所以硝酸钙基本上来讲 它就会变成是不融的 所以这个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希望你们能够善用这个我们讲 溶解度规则的这个表格 来看看这些的化合物的进行 到最终的结果 它会形成什么样的化合物